31岁杨子长相思二收视率有心无力,重心放在青簪形上,保本四亿。 最近关于杨子长相思二被畅衰收视的事情,已经引发了不少讨论,第二季明显没有第一季的播放量高,讨论度和话题度也不多了。 即使是几位主演都很努力,平台也花了上百万的宣发费用,但依然改不了颓势,好不容易才破了三万。 杨子不仅着急国色芳华的拍摄,还要为预计十月上线的青簪形做宣传的准备,加上还有下一部生命术要禁组。 忙得不可开交,天天像一个陀螺,长相思二,四位男主角都很努力营销,想再吃一把红利,特别是男二和男三,邓维出道比较晚,今年已经29岁了,有这么一个出圈的角色,自然是很想宣发一把。 他的经纪公司在宣传上很用力,谭剑刺的香柳反响很好,这类角色最近几年很稀少,火出圈后公司营销作的飞起,谭剑刺本人也很满意这个角色,对各类采访宣传相当配合,还有了海外直播活动,基本上有什么宣发都愿意亲自上场。 他入行十几年才红了,特别珍惜这种口碑角色,这对他以后的事业加成很大,长相思二,男一号张婉逸宣发很少,不是他不想宣传,而是他目前还是个体户,之前与经纪公司解约了,赔了50万后就自己单干,没有经纪公司好处是不用分成,落到一人手中的薪酬多,但是有些工作事情也做不到位,比如这种宣发的活,没有经纪公司给他打理,声势上就落后了, 比不上男二和男三号,背后经纪公司的造势,至于长相思二的男四号,最近资源相当不错,明显受到了力捧,但毕竟这只是男四号,公司不会花太多钱的,前段时间营销了杨康,效果还可以的,由于长相思上下两季分隔时间快一年了,很多观众都忘了第一季的内容了,很影响追剧的体验,另外就是长相思二太多虐心的剧情,观众追得想枯坟的感觉, 加更也不及时,断断续续的,另外小妖在这一季中,过于为爱换得换失,一些观众不太理解,非要找一个男人,陪不可吗?不嫁人不可以吗?观众恨不能他马上回到清水镇,过一点自己的日子,不要再搭理男人了。 认为女主角太过于在乎爱情了,由于剧情设计的要求,小妖虽然是女主角,但实际上有一点像工具人,体现了四个男主角的爱情观不同,小妖像一个工具,推过来扯过去,她曾经当小六时的独立清醒勇敢,似乎都烟消云散了。 这个也不是演员的问题,剧情确实就这个样子,加上多条感情线是同时期的,确实比较复杂,一些网友都在吵。 小妖到底爱谁?一部分网友认为小妖爱的是图山景,另一部分人认为是香柳。 反正没有男一号的是,毕竟小妖只把他当哥哥,主要是大部分观众是年轻人,对于这种表兄妹的设定,很难理解两人要发展爱情,其实杨子的表演是很准确的。 但这四条感情线时间上重合了,就会有很大的争议,风龙用情不深可以排除,哥哥也可以不提,像柳和图山景的情况,好像小妖都挺爱的。 想当年刘诗诗的步步惊心也是如此,他爱巴也还是四爷,两条感情线混合,始终有一定的争议,而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图山景就算是遇到妻子的背叛,他毕竟是已婚人士,与小妖年年呼呼不合适,而香柳又是立场不同的敌国大将军,两人也是不可能,观众不太好带入想象,这两段感情看着真是让人白找挠心。 31岁杨子长相思二,收视率有心无力,重心放在青簪行上,保本四亿。 既然长相思因为级数多分成了两部,那不如像杨子的沉香如蟹一样,直接起两个名字,然后两部剧连起来播,当两部剧得了。 让观众一切看完了,现在平台的营销费上一季也花光了,后面青簪行才是大头,毕竟青簪行投资了四亿,肯定要想办法保本,杨子对青簪行挺看重的, 毕竟班底是国偶的顶级配置,而且他的戏份因为男主出事了,又重新剪辑,把他的戏份加回来了,又改回大女主了,杨子的戏份相当多。 这个角色人设与杨子之前的角色,可以说是完全不同,方间对杨子的演技是认可的。 但不少人认为杨子近几年的角色,过于同质化,都是杂杂呼呼的机灵小女孩。 感觉都快审美疲劳了,杨子注意到了观众的反应,他也想跳出舒适区。 而青簪行的女主人设,是一个智谋行的复仇女侦探,与他之前所有角色个性,是完全不同的,背负着血海深仇,为了报仇和洗清罪名,他女扮男装开始查案,渐渐揭开了皇室的密文,是一个事业型的大女主,有断案侦破五座的能力。 如同女版的敌人节,对于这部四亿的剧制,平台是给予了厚望,为了四亿的保本,肯定会加大宣传,吸引更多人来观看,也为了力保招伤,所以接下来杨子也会努力宣发这部剧。 31岁杨子对长相四二的收视率,也是有心无力了,只能尽量多做一些活动,做到完美收官,后面的情节还是挺波澜起伏的,只是观众对这么悲苦的小妖,不知道能不能共情, 主要是现在观众的审美,不太喜欢这种美苦硬吃,为爱沉沦的穷妖剧情了,这世上这么多无可奈何的事情,干嘛为了爱情要死要活? 像小妖这种人设,貌美聪慧出身王室,又有一身治病的本事,就这么沉溺于情情爱爱当中,还感觉有一点可惜,活了几千年还看不破红尘,可能现在观众更喜欢看爽剧,清醒爽利一往无前的感觉,不过长相思肯定会热播的, 毕竟第一部有观众基础,相比之下青簪行更加有爆红之相,在最近的一次直播中,可是不小心泄露了国色芳华的惊天大秘密,那就是,这部让人心心念念的剧集,眼瞅着就要杀青了,想象一下,那些华丽的服饰,精致的妆容,还有杨子那入目三分的演技,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一睹为快了? 别急,杨子说了,好东西得慢慢来,咱们就搬好小板凳,坐等这场视觉盛宴吧 直播现场,杨子那笑容可居的模样,简直比初夏的阳光还要温暖人心,他一边和大家聊着国色芳华的拍摄趣事,一边还不忘调侃自己 哎呀,我这可不是在卖关子哦,是真的想让大家看到最好的作品呢 这话一出,评论区瞬间炸了锅,网友们纷纷留言,杨子,你的良心不会痛吗?这么掉胃口 不过话说回来,有杨子在,这句肯定错不了 更有网友脑洞大开,我猜,国色芳华里杨子的角色,肯定是那种美到让人窒息,又聪明到让人嫉妒的奇女子吧 白玉兰提名尹热议,杨子淡定回应显智慧,说到杨子,就不得不提他最近在白玉兰奖上的提名 这消息一出,可是让粉丝们激动得不行,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刷屏庆祝 不过,咱们的杨子同学倒是显得格外淡定,直播中他轻描淡写地说,提名就是对我的一种肯定,我会继续努力,把每一个角色都演好 这番话,简直是智慧与谦逊并存,让人不得不佩服,网友们对此也是议论纷纷 有的表示,杨子这心态,真是没谁了,难怪能活这么久 有的则调侃道,看来咱们的小猴子杨子昵称已经习惯了这种大场面,提名什么的,不过是日常操作罢了 还有网友脑洞大开,脑补了一场杨子与白玉兰奖杯的对话 奖杯君,你等着,我杨子早晚把你带回家 长相思第二季直播陪看,杨子小妖陪你共度凉宵 说到杨子的直播,怎能不提她那即将开启的长相思第二季直播陪看活动呢 7月17日晚上22点15分,杨子将化身小妖,在腾讯视频直播间与大家共度美好时光 据说,这次直播还有特别环节,小妖任母片段的现场解读 这消息一出,粉丝们直呼,这是什么神仙福利,必须蹲守直播间 直播陪看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上迅速发酵 网友们纷纷表示,杨子真是太懂粉丝的心了 这样的互动方式简直不要太赞 我已经扒好小板凳,准备好零食饮料,就等小妖来陪我了 更有网友脑洞大开,开始预测直播中的趣事 我猜,杨子在直播中肯定会忍不住剧透一些第二季的精彩内容 说不定还会现场表演一段小妖的经典台词呢 争议性总结,杨子的慢工出细活vs网友的急性子 说到这里,咱们不得不提一个有趣的现象 杨子的慢工出细活与网友们的急性子之间 似乎总有一种微妙的平衡 一方面,杨子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敬业与专注 他深知好作品需要时间的沉淀与打磨 另一方面,网友们则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他的新作品 每一次的等待都充满了期待与焦虑 这种矛盾其实正是杨子与粉丝之间深厚情感的体现 杨子用自己的才华和努力赢得了粉丝们的喜爱与尊重 而粉丝们则用他们的热情与支持陪伴着杨子一路成长 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 当国色芳华和长相思第二季真正呈现在大家面前时 我们会发现,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 因为,这不仅仅是对作品的期待 更是对杨子这位优秀演员无限可能的信任与期待 所以吗? 亲爱的网友们 咱们不妨再多一点耐心与理解 相信杨子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毕竟,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 能够静下心来欣赏一部好作品 陪伴一个优秀的演员成长 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呢 感谢观看